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在12元店買了什麼 首先買了這個 這個盤 這是一支甜品架 兩層的盤 現在你看到它 只有一個 但下面還有一個 有一個小的 開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做完出來 就像這個盤 會有兩層的 它就說 用來放飾物 這裡寫 但是呢 就 我就未必會放飾物 可能會放食物 但是 不知道這隻盤 吃不吃得下肚子 所以 都是會放些有包裝的 食物 先放進這個盤子裡 那現在砌給大家看看 撕開它 那張紙呢 其實就是 這樣而已 有些注意事項 這樣 這個是剛剛的張紙 好 那這個架呢 就是這樣的 它有兩個 可以拆開 拆開 那 放這個大的在底 之後 將 這裡呢 凹下去 放上去 就是這樣呢 就砌完一個 兩層的架 就是這樣了 那之後呢 第二樣呢 我買了的東西 在12元店買的東西 就是 這個髮夾 這個髮夾 就不是 每一間都有的 那 因為我之前去過 兩間 就 有一間沒有 那去了第二間 才有這個 那 我又用開這個 我 挺好用的 那 12元有25隻夾 也算是這樣 不是很貴 那開給大家看看 還有呢 它呢 買這包夾 那時候呢 它會給你一個 盒子 它會給你一個 盒子 給你一個 這個 透明盒子 那 你就可以把這包 這包 這樣的夾 放進去 這個盒子 這樣就不怕不見了 這個 透明盒 那 我之前也買了一盒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夾子是不見了 那 所以就買一盒 那 第三樣東西呢 就不是在12元店買的 是在永安買的 那 就是這個牌子 那 49元 買了什麼呢 就是買了一把梳 那 因為 家裡的梳 爛了 跌爛了 所以又要買一個把 那 它這裡寫著呢 就是 MAKE IN這裡 那 還有呢 它這裡有一些 字 英文 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買了這 東西 還有 還有 這兩樣 那 今天的分享 就是這樣 拜拜